HELLO 各位影响力频道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现代医女都陈云 让医女陪你一起爱健康 女人变美丽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呢 是三个有效止头痛的穴位 天气热了 在外面也头痛 在冷气房里更头痛 看到朋友纷纷出游 我却郁闷的坐在办公室里 感觉是不是头痛更糟糕了呢 夏天的头痛呢 大部分是因为血管膨胀收缩不良所引起的 有时候内外温差大 在冷气房里收缩也头痛 出到户外呢 因为天气炎热也头痛 像这样子的头痛类型呢 我们称为Tension Headache 也就是紧张型的头痛 大抵都跟你的血液循环不良是有关系的 今天就要告诉各位 这三个有效止头痛的穴位在哪里 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就可以帮你止头痛哦 许多人想到头痛的穴位呢 不是太阳穴就是硬糖穴 但是医女今天要讲解的第一个穴位 风驰穴 效果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流上行 都要经过我们的脖子才能到头部 所以如果你的脖子僵硬紧张 受到温差的影响收缩不佳的时候呢 就会引起你的头痛 所以我们第一关要缓解的是你脖子 这里的穴位 风驰的穴位呢 位在枕骨底下的凹陷处 那许多人呢 可能不太清楚怎么样算同身寸的方法 告诉一个各位最好的解决方式 将你的手心呢 按在你的耳朵上 大拇指所压的地方就是风驰穴 大概在法际线的下缘 所以呢将你的手掌心按在你的耳朵上 大拇指所碰到的地方就是风驰穴了 此时呢 也不需要用你的大拇指去用力 只要将头轻轻的往上抬 你的大拇指施压的地方就可以很轻松的按到风驰穴了喔 第二个要介绍的头痛的穴位呢 叫做翼风穴 翼风穴呢 在耳垂的下方 所以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呢 将你的耳垂压下去 会找到一个凹陷处 这个凹陷处呢 你可以用你的食指像我这样子向内伸压 或者你也可以用你的指节 向内伸压 压的时候呢 会有酸胀感 你会觉得你整个脸都开始有点热热酸酸的感觉 那就是你按到你的穴位了 第三个要为各位介绍的有效解决头痛呢 叫做帅骨穴 帅骨穴呢 在耳尖的上方 一样找到你的耳朵的时候呢 将你的耳朵向你的头颅按平 在耳尖的上方大概1.5寸处呢 就是我们的帅骨穴 1.5寸怎么找呢 一个大拇指的横指叫做1寸 这里的寸跟英寸不一样哦 是我们中医里的同身寸 1.5寸呢 大概就是一个半的大拇指 耳尖指上1.5寸呢 这个地方叫做帅骨穴 一样可以用你的指节 或者是食指 或者是大拇指做一个按压 垂直方向 然后深度的按揉 这个穴位 肯定比太阳穴更有效哦 让我们一起来揉揉你的风池穴 你的翼风穴 还有你的帅骨穴 解决你炎炎夏日的头痛 医女温馨小提示 如果脖子平常容易僵硬紧张的人呢 也要常常舒缓你的脖子 也可以减少头痛的几率哦 亲爱的你们喜欢这样子简单又实用的医学小尝试吗 记得收看影响力现代医女杜成云的频道 将会为各位分享更多爱健康变美丽的小秘方哦 拜拜